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川普在9月29号 刚才因为有一个朋友突然在节目中留言问了一句 我才意识到这个故事 川普登了一个叫圣米歇尔 如果就叫圣米歇尔应该是大天使 米加勒 如果按照中文说叫圣米加勒 他是谁 他是 在圣经中 在犹太教的基督教跟犹太教当中 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在现在与他们对立的另外那个宗教 也计辅了他 所以他被称为 实际是耶和华殿下真正的大天使 有人称他是这个叫四大天使 也有说叫七大天使 也有人说叫七大天使 那在七大天使当中呢 他就把天体称为就是七层天 七层大天 所以他是最就是圣米歇尔是最高的 那我们知道的 那我们知道撒旦其实是六亿大天使 应该比他低 那应该是我查了资料 看起来比他低 当年把撒旦 从天上驱逐下来 给打下天庭的 是圣米加勒 是他带的 所以这是一个 那他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他是一个 就是专门与魔鬼 与撒旦对立的天使 在这张画本身是 这张画作本身 是十六世纪的一个画家 叫高末 也就是17世纪 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份画作 在罗马的一个 在罗马的一个教堂里面 在存的这幅画 那他呢 他呢就是 这个就是把撒旦踩在了脚下 在圣经当中 在圣经当中 在启示录当中 都提到在最后的时候 那圣米歇尔大天使 将带领着整个天使军团 与撒旦决战 在人间 那很恰巧我们知道 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比格斯的 比格斯的这个技术中 他最后跟大家分享 也是讲 圣米歇尔带领天使军团 已经出现 已经跟撒旦展开绝杀 耶稣跟撒旦对抗是 拜神 是拜神 那他也在进行 就是等同的说法 那川普为什么在9月29号 写了这段东西 川普写这段东西呢 我可以跟大家翻译过来 他的讲述呢 就是一种 完全一种神性的讲述 只能叫是一种神性的讲述 翻不过来 不好使 他大概讲述就是 大天使在战斗中 是保护我们的 在跟这个魔鬼撒旦中 是保护我们的 那他 我们为他而骄傲 那他呢 他是战胜 专门是用来战胜魔鬼 是这个耶和华 是主 他是主的光耀 主的荣耀 大概 大概讲述在 川普的讲述中 因为他用了很多 是宗教中的词汇 那在他身上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上帝的力量 可以看到上帝的力量 可以看到 撒旦被打入到地狱当中去 大概他基本上讲述的 是这么个故事 有朋友说 写的 没有 没看懂 有的能看懂 有的不一定能看得懂 那他因为引述了 是圣经里面的词 但他的故事 当他去拿出来的时候 川普这么用的时候 他有几个含义在里头 蛮特别的 在9月29号这天 同时间 梅拉尼亚 接受了福克斯的专访 在接受福克斯专访里面 其中的 我看他的节目栏里面 是跟汉尼提有关 梅拉尼亚第一次在媒体中 公开讲述 他的先生两次逃避 这个被刺杀 那是神迹 就是那是不可思议的 那非常具有神迹 所以时间之间 可能稍微有一点差错 但是在他个人身上 就是等同了这样的故事 你可以把它比喻成 就是川普越来越对神性的一面 就是有着更加深的 纯净的一份尊重 因为终归事情是发生在他个人身上 那发生在他个人身上 一边七一般代表 外太空地球是第七位 很难这么说 我也不想去否定朋友这么讲 七是神性 他的神性远远超越于 外太空内太空的物理性的认识 物理性的认知 在相当程度上 使人们丧失了 与人相关的知识 和内容当中的神性 三界内的一切 都是七 三界内的一切 都是七 无论你看得到 和看不到 金木水火土日月 这是月亮 太阳 阴阳 金木水火土 五行万物 笼罩在包着地球而存在 金木水火土日月 为地球而存在 日新学说 就是背离了神性 它的物理的一面 去用人眼见为实的一面 去弱化了人们神性的一面 所以日新学说的创始人 为什么遭到了那样的残酷的对待 有它的原因 日新学说的出现 就是后来人 背离神性的 非常大的一个里程碑 太阳 太阳为人而存在 太阳为地球而存在 所以这是真正关键 七也是神完成任务的 安息日 人死了七窍流血 人生气了 叫七窍流烟 七窍生烟 对不对 Doraimi Fasola C 音乐是七 赤丛黄绿青蓝子 加上有色跟无色 高达到九 赤丛黄绿青蓝子 万物的颜色 跑无出它 Doraimi Fasola C 无论你唱 哈C的哈C的哈C 它还是Doraimi Fasola C 大家去打枝 那时候打枝对不对 说打枝 说羊了 在家待十四天 两个七 两个七一个阴阳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你查查 他们是什么时间发现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被发现的时间 应该是在 法国大革命之后 人们背离了神 才发现了海王星 天王星 冥王星 冥王星 代表地狱 人们背离了神 走向了物理化的东西 结果你 结果你见到人 在物理化的东西 本身上 见到了地狱 人死要亮七天 因为叫魂 叫七天 可能给叫回来 人死了 为什么待七天 叫魂能叫回来 所以当走到冥王星的时候 整个以太阳系为中心的是九颗行星 这九颗行星到了天树 人间有魔鬼撒旦 所以只能神来帮了 超过三界的神才能帮 而人也就是 人开始真正背离了神了 进入了魔鬼的境界了 那神相生相克里 神就出来了 真正度人的神 真正度人的神 不是宗教 上帝最不顾卷中国人 设定是人 设定就是人间地狱三千年 中国人可能会幸福 这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 这个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的人都是混着来的 对不对 近些人说 冥王星被排除了 被排除了九大行星之外 所以这就是人类的 更可悲的地方 把地狱放在屁股底下 说我没地狱 现在的科学 你真信哪 打这儿朋友你都打了 那是不是科学 打这儿的时候 全世界的 上到WHO 下到美国总统 中共国的坏家伙 所有人都说 那是科学 你打这儿的 今天谁家科学 为你负责 对不对 朋友 朋友不是现在科学 无法解释 灵魂 也许永远无法知道 他没资格 他完全没有资格 他够不着 人自己能够找 这是关键 这是关键所在的 没有了生命的层面 鬼 你不承认他 他也在 神 你不承认他 他也在 我刚才节目中讲的 后脑勺有没有啊 谁都知道有 你在乎他吗 没在乎 大嘴巴 一打后脑勺 一大耳刮的 你怎么打我呀 你就知道疼了 就这么点道理 眼睛看的都是假的 眼睛看的都是假的 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会灭亡 原因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会灭亡 他被时间摧毁了 而时间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工具 没有任何科学理论 没有任何科学手段 能够把时间停住 没错了 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生物中 是不是 这个东西去用脉头学吗 不用 朋友能够通过修炼 懂得自己的生命真实 万物结通 真正 所以 所以 比如说 作为这个 作为这个 川普 为什么这天 颂扬了 圣米歇尔 以色列人 攻打真珠党 杀了真珠党的领袖 就在同一天 而 圣米歇尔 在最后的时候 一定出手 帮助以色列 这是犹太教里 写得很清楚 所以在普世的文化中 都在写的 犹太人 就是 这个大天使率领 天使军团 一定协助以色列 结果以色列 就在9月29号 圣米歇尔日 袭击了 珍珠党 炸死了 珍珠党的领袖 和 伊朗的 国民卫队的 高级官员 我问你 我问朋友 你说 是米歇尔厉害 是犹太人厉害 还是 他活该了 他为什么 就那天 他就在那地方 人 以色列人 就为什么 在那一天 气势夸扎 就全给干掉了 所以他为什么 为什么 给伊朗人吓坏了 因为在伊朗人的 他们的圣经中 也清楚地记述了 米歇尔就是 四大天使之一 是四大天使之一 所以其实 以色列人 为什么 内塔尼亚胡 在他 打完 就是杀完之后 杀完这个 珍珠党的领袖之后 整个以色列 包括以色列政坛的 最主要的反对派 全都导向 内塔尼亚胡 支持他 这个东西 是集体领导的事吗 这个东西 是teamworker吗 以色列人 掌控着人类 今天的科技的一切 但他在执行的过程中 充满了他 自己对圣经 旧约的理解 这是 他都拿出来 这人都学不到 现在的精英 就学不到 他没有能力 没有资格学到这些 为什么伊朗跟叙利亚 全傻了 因为在他们每天的 四小时 一磕头 八小时 一摔倒 磕头摔倒 他的经文上 就这么写的 圣米歇尔是 大天使 率领天使的整个军团 撒旦当初 带走了天使 三分之一的天使 剩下的三分之二 是由大米歇尔的 疫苗和病毒 发生的转变 这一期节目 那一期节目 做的是真好 好多国内人 无缘看到 反正我只能这么说了 涛哥尽自己 涛哥的可能 从生命上的理解 涛哥当初 在讲疫苗的时候 我说的很简单 当时 那个病毒发现 是三个弓的 他说 那个病毒不是人 为什么说 是武汉实验室的 因为病毒 三个触头 叫三个弓的 病毒没有三个弓的 自然病毒 一弓一模 永远是这么来的 这世界上阴阳是绝对的 谁家的罗姆 只有罗斯没罗姆 那怎么玩啊 对不对 所以是三个弓的 我说遮破东西 还用什么 科学家 放他个驴烟屁 你弄三个母的 就完了吗 三个弓的 触头有多高 你造 实验室里造三个母的 那个 划一套 上去完了 这问题就解决了 这就当时 涛哥讲 弄那么玄乎七玄 打一针 配三母的 你打两针 多了三母的 你打三针 多了六个母的 那么能不得病吗 你想这道理咯 这村里就仨小子 你外村里 找三个女孩 各取一个 不就得了 你整六个来 你整完仨仨 成家又整仨女孩 再整仨女孩 那你不打起来 才怪呢 那么多深道理 全是骗 你说是不是骗 涛哥讲这东西 用科学学吗 用你上大学吗 用你美国什么 福奇 年薪四十多万 有时候看真是 这是完全 所以这是完全 以色列人领导人太牛了 我跟同事都在 能不能让以色列领导美国 把深层政府干 那同样的 也是 败类也出在以色列人身上 这个事 它就是相声相克的 所以我跟朋友介绍 这个川普这个 就是川普这个贴文 代表着他的 神性的一面的展现 真正神性的一面的展现 朋友贴的是英文 哎呀 任何独裁政府 国家都不能够太长久 原因就是 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能力 是有限 控制 everything是有限的 OK 朋友你要知道一点 道德是 个人之间的差距 道德是个人之间的差距 在一个普世的环境下 人们有信仰的时候 道德可以使整个民族 这个同一个信仰民族 达到他这个水平 那撒旦教的 就是达到撒旦教的水平 对不对 那而在一个同样 也同样在一个环境中 即使都信神 他同样有着个体上的差距 那撒旦 就在耶和华殿前的六亿大天使 我曾经有期节目问过朋友 我说你想过 这问题没有 很多朋友说 新教要去天堂 你上天堂 你能不能达到耶和华的 你能不能有机会 进入耶和华的大殿 人说 涛哥没想过这问题 对 大弹是在耶和华圣殿里 掉出来 你想信天堂就上 你能不能进去 那涛哥什么意思 我就想说 以你很多人的 以为的想法 你能不能达到当年 撒旦曾经在那的位置上 机会 不要说位置 他在大殿里头 你有机会进到大殿 你有没有 谁能保证 谁也不敢答 这就是问题 这是问题 这是对很多 有着宗教背景的朋友 提出的质问问题 反衬过来 撒旦 都从耶和华的大殿里 去反撒旦 反耶和华 你就想一想 我们遭遇了什么样的故事 这一茬人类 我们现在所碰到的故事 是神的宝座前的大天使 在充当魔鬼 要把我们所有这些人毁掉 哪里是什么 什么这个 哪里 根本不是的 今天是国商日 大家怎么看 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存在 也没有什么国商日 国商日 他连国民都没有 有什么叫国商日 那只是朋友们认知而已 就是说 把他称为这么认知而已 仅此 对不对 这个国家是不存在 以后大家就看到 以后他只能放在 人类历史上的 一个贼寇的位置上 而不是存在的位置上 所以这里面 说这个 大洪水吧 没救了 很可能就来了 现在不是 朋友要理解一个问题 不是经历过洪水 下回来还是洪水 不是的 就像说 神会再现 我曾经问过这问题 如果神再现的话 你认识吗 耶和华来到人间 你认识吗 弥撒亚来到人间 你认识吗 如果基督会再来 基督来 还是耶稣的模样吗 大家要明白 人间的一个关键的问题 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两个人是一样的 这才是真正的天理 对不对 这是我想 这是想提醒朋友 所以我们还讲 就是川普这段话 他代表着他自己的一面 同时 这就讲到这 同时 他也代表着 对以色列人 就是 对整个美国的以色列人 和犹太人的尊重 他这段贴法 就这段话 他的政治敌手 将很难做到这个水准 因为很多政治敌手 不一定相信神 当他去碰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不敢碰 不信神的人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 他是怕神的 他不敢碰 所以我们那个朋友 也就这么突然问我 我没有太去看他的 因为川普在很多推文上 都是他的竞选 谁说什么 那个我们就不太想去 参与他竞选的本身 但这个事情 就是真正的文化 跟他的认知理解 所以他就在 圣米歇尔这一天 就登出了这么一份东西 而这份东西 却正好应对了 以色列人的战争 以色列人取得了这一场 决定性的胜利 这是一种天象 这是一种背景天象 而很多不接受的人 人们会讲述 何为正义 滥杀无辜 等等诸如此类的 这个东西是挺难的 因为 很难再估算 每一个人的存在 感谢朋友 我只能跟朋友这么讲 每一个人的存在 都有你的独立性 聪明这个词 说谁是最聪明 聪明这个词 在涛哥的眼睛里 不太正面 不太正面 涛哥眼睛 他会被眼睛里看得聪明 就是狡诈 他的基点是在利益上 涛哥所欣赏的是智慧 智慧 他不需要战胜任何人 智慧 他只需要展示 他存在这个环境中 他展示自己的认知 尽此人 至于谁接受 或者谁不接受 那是别人的选择 所以这是涛哥理解的 当真正你能遇到修行 你真正能修行的时候 找对着师父 对不对 这里涛哥不谈宗教 找对自己的师父 那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所以你自己能够按照 就是非常虔诚的 遵从师父的讲话 讲话你就OK 那自然就 其实只是打开 你自己生命的 真实的一部分 英国的帕克说 中国会分裂成像 欧洲那样的小国 涛哥认为如何 涛哥一直没太去分享 这段话是去年11月份 他说的 其实他说的更早 2022年 他当时就说 中国会出现革命 我个人能理解 他能够触及到层面 有他一个层面 但是有他对跟不对的地方 比如说 他处理到层面 他能可能看到 罗汉这一个层面 所发生的事情 但后来在事情的发生的过程中 已经达到了如来 甚至比如来更高的层面 所以他那个事情就给掩埋了 甚至就可能不发生了 而我跟朋友解释的 就是说 比格斯明明那么肯定的说 在巴黎奥运会上 一定会出现大火 他看到的就是火山火烧 这个这个 埃菲尔铁塔 他看到 他真看到 他看到了建筑物在燃烧 他看到这个建筑物跟这个奥运会有关 所以就恐怖袭击 诸如此类 他都讲了 但没有烧 他就是没有找 那比格斯自己的解释 就说烧了 在另外空间烧了 那有信神的底润的人 可以接受他的说法 但 涛哥的当时的解释呢 不是 当涛哥在看过闭幕式之后 那涛哥就说 那火没了 原因 闭幕式上 路西法真正下到人间 直接下到人间 撒旦来到人间 那如果路西法下到人间 不向人公开展示的话 就没有他合理的一面 因为魔鬼来 他的境界高 魔鬼他也有境界 他境界也高 魔鬼来 他要展示人 让人自己去选择 魔鬼也不是强拉的 魔鬼会诱惑 但不会强拉的 所以路西法的展现 促成了 比格斯看到的场面 没了 给掩盖过去 比格斯看到再凶狠 他的原因层面低 那撒旦露面 那撒旦露面的层面高 以前练过武术 怎么看现在中国 未来武术复兴的可能 没可能吧 只有中国真正共产党完结之后 民间的一些人 才有机会露头 现在他啥都没有了 没跟你说 现在都是 其实真正练武术的 他也不在面上 真正会功夫的 我小时候练武术 那都非常嘲讽 武术学校这些 民间的都不喜欢 真正有本质 桶子河的 地坛的 天坛的 其实那时候北海很少 景山有一些 西边没有什么 比如说紫竹院这些 没有 都是在老城区 有这些东西 南城有这些东西 那其他的 其他就真 所以你说什么 表演 那武术不能表演 咱坦白说 武术不能表演 第一 武术是防身的 不是用来表演的 所以朋友说 什么时候武术会光大 不是那个 应该讲不是那个意思 就是我能知道传统东西 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他真正练武术 都是手把手教的 不去 就是 轻易不去 随便传人的 他有这么 他有拜师学艺 都是这么来的 OK 一小时二十分钟了 那我 我们刚才就讲了 我就讲说 川普的这个故事呢 有他真正背后的隐喻 他的背后隐喻的原因 跟他的这个 跟他的认知有关 所以他又 透过他的这一份的纪念 他同时呢 会对 以色列人 影响很大 对以色列的敌人 美国的敌人 同样影响很大 原因就是圣密歇尔 在他的西方宗教中 都是大天使 就是 天使 天使叫上 天使军团的总指挥 所以 有人讲七大天使 有人讲四大天使 他的宗教 经文的版本不同 但在任何一个版本当中 他都是第一 所以撒旦是比他低的 比他低的 原因在这儿 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 以色列目前的状况